每次分组抽签结果出来之后 球迷们都非常喜欢讨论 哪个组是比较容易的 哪个组又是超级死亡之组 但是这次的抽签结果来看 八个组并没有出现 绝对意义上的超级死亡之组 确实国际足联 完全以世界排名来 确定档次的原则 从根上就避免了出现超级死亡之组 当然了 很多人会说地组 也就是阿根廷所在的小组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的确 因为这个小组除了阿根廷之外 还有格子军团克罗地亚 还有去年欧洲杯的大黑马冰岛 以及非洲雄鹰尼日利亚 另外如果你看看H小组的话 也就是波兰 塞尔维亚 哥伦比亚 和日本这个小组 你会发现 这是另一种意义的死亡之组 因为四肢球队相对实力接近 每一场比赛可能都是恶战 是的 那每次分组之后 大家也会去看一看同组的球队 他们的出现前景 他们的实力 以及看一看淘汰赛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更重要的 很多人也愿意去讨论一下 回望历史 这些同组的球队 有什么样的救援往事 是 如果说这个时候 提前开始预判和分析 小组出现形式 还属于纸上谈兵的话 那谈论这些恩怨故事 倒显得非常有意思了 因为这些事都是 真真实实发生过的 而且已经成为了球迷们 津津乐道的故事 比如说吧 像阿根廷和尼日利亚又相遇了 他们俩似乎陷入了 怎么老是你这样的怪圈 接下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 来给您讲述 世界杯32强的恩怨故事 A组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 埃及 乌拉圭 2018年世界杯 将在北京时间 6月14日23点 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 打响揭幕战 对阵双方是32强中 国际排名最低的两支球队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 东道主 俄罗斯千运不错 被分在一个相对轻松的小组 同组中 同为世界杯常客的 只有乌拉圭队 俄罗斯队的前身 苏联队曾与乌拉圭队 在世界杯上交锋过两次 这也是同组四支球队中 仅有的两次世界杯交锋 其中在1970年 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苏联和乌拉圭队的比赛中 诞生了世界杯上一次 著名的争议判法 双方在90分钟内互交白卷 加时赛已到117分钟 乌拉圭队左路进攻 皮球看似已经出了底线 苏联队以为球已出界 而放松了防守 但乌拉圭队还是将球传起 由埃斯帕拉哥投球破门 当时鞭才示意 球已出界 进球无效 但主裁派认可了乌拉圭的进球 从漫境回发来看 皮球沿着底线运行了一段时间 但很难真正分辨 到底有没有出界 这是凭借这一争议的进球 乌拉圭队以1比0决杀苏联队 进入1970年世界杯的四强 B组 葡萄牙 西班牙 摩洛哥 伊朗 伊比利亚半岛硝烟弥漫 德比的气息再次延伸到了世界杯的赛场 贼罗不仅要面对他在黄马的一众队友 巴萨的一众敌人 更要率领葡萄牙队面对死敌西班牙 两队上一次在世界杯上交锋 是在2010年世界杯1八分之一决赛当中 刚刚冲出小组赛后 老对手狭路相逢 第六十三分钟 哈维巧妙地脚后跟传球 比利亚得球后连续两脚射门 终于把球打尽 西班牙队1比0领先 不过在哈维传球的瞬间 比利亚又越位嫌疑 这个极具争议的进球 加剧了两队随后的火爆气氛 第八十九分钟 葡萄牙队的科斯塔 肘击西班牙球员卡普格维拉 被红盘罚下 葡萄牙队大势已去 西班牙则凭借争议进球 险胜死敌 挺进八强 两年后的欧洲杯半决赛上 伊比利亚得比再次上演 双方在120分钟内不分胜